院长我们走 看这个事件案的结果 面对提问 人到花莲跑行程的行政院长卓龙泰 没有回应 但尴尬的是 一旁还站着国民党团总召复婚旗 入场前两人不识焦头饥饿 但就这么刚好 同一时间国民党团在立法院开记者会 我们没有义务要去遵守 违宪违法的宪法判决 依照大法官的逻辑 宪法也没有授权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 可以要求人民要配合这些机关 来进行调查 现在的这些处罚规定 是不是都是违宪 我们会在合乎宪法的意志之下 我们还会再去制定 最符合民意 以及可以强化立法院 职权行使的相关法律 立院新三保就是违宪三保 有黄国昌 翁晓琳跟吴宗宪 应当好好回去 把宪法重读一遍 民进党会准备充分 要修 要修的是 国会征改革的法 国会改革法案 蓝绿都将出2.0版本 而总统赴立院国情报告 虽然大法官认为没有义务 但赖总统依旧向国会 递出橄榄枝 却遭黄国昌痛批矫情 无私要反呛 立院拒婴 用一些比较低俗的形容词 我觉得是有失立法委员的格局 现在已经看不太出来说到底是赖金德躲在宪法法庭后面 还是我们的宪法法庭自甘成为总统跳票的挡箭牌 过去要人家来 现在说不欢迎人家来 还说总统来就是过水过场就是作秀 现在的程序是在韩国与院长主持的朝野协商 那你的案子已经成案了 难道你要撤回吗 针对总统国庆报告 蓝白除了反恶 国会改革视线战虽然已经高一段落 但莱茵喊话将严审大法官人事案反击 立院恐将再掀起朝野攻访战 没谁做不到